澳洲第三阶段减税计划会不像英国一样最后违反承诺取消打脸呢 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澳洲即将发布的联邦预算草案 我们知道在2019年当时 还是自由党政府提出了未来几年的减税计划 其中说到在2023到2024年开始 澳洲将会进行第三阶段的减税计划 那么在这一阶段的减税计划 这一阶段中受益最大的就是高收入人群 具体的减税比例以及高收入人群会拿到多少的税务优惠 大家可以在网上查到 我们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那我们要说的是根据当时的预测 如果这一个减税计划得以实施 那么从2024年到2033年 也就是实施之后的10年时间 联邦政府总共会减少大约是2435亿的个人所得税 和其他税务收入 也就是平均每年会少收到243亿澳元的税收的钱 那么现在问题呢就来了 对于现在本届政府 也就是工党政府来说 它是不是要遵守当年的承诺呢 这个承诺第一 当时是自由党提出的 但是工党政府在今年2022年初竞选的时候 明确说到它会遵守这个承诺 但是2022年初当时的经济情况和现在差别是很大的 以英国来说吧 英国说了很久的要减公司税和个人所得税的方案 在上一周也被啪啪的打脸 英国的财务大臣辞职 英国首相不得不呢 为了自己的选票和为了执政长的地位 而大幅的扭转了之前的减税计划 严重的是违背了自己当初的承诺 那么澳洲现在会不会也跟着他的宗主国一样 来违反之前的承诺呢 无疑问的是我们知道一点 你一旦之前说过的话 现在反悔了 他的政治代价是巨大的 不但是被反对党拿来说事 抓住一个严重的把柄 而且原本一些当初是站在左右中间的那些摇摆地区的选民 同样也会非常的失望 那么在下一次选举中 毫无疑问 这些左右摇摆的人就不会再相信 说了以后反悔的这些话 所以任何政党通常来说 不会轻易的违反当初承诺的那些措施 那么既然代价太大 那么就继续往前走 我们来看一下如果继续往前走 也就是继续减税 那么现在的联邦政府就要计算一下 它是否划算 通常我们知道每年少收了243亿的收入 怎么办 有两种办法 一就是通过其他的模式 我少花点钱 这样我总的预算 还是能够我这边少赚了243亿 我那边少花同样的钱 我的预算就能做平 这是第一种办法 但是少花钱 无论是少花在医疗教育 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等 无论在哪一方面少花钱 都会得罪那一部分相关利益群体的选票 所以少花钱是会损伤选票的 那么第二种方法 就是开源节流中的开源 多赚一点钱 我既然这里少了每年243亿的税收 我就希望从某一些地方能够多赚回来 或者说一部分赚回来这243亿 从哪来赚呢 从目前情况来看 澳大利亚 这个以资源出口为主的国家来说 那就最好的办法 从矿业和从农产品中获利 看看能不能多赚回来这243亿 好了 我们现在就来做一个比较 我们知道呢 假设明年后年 每一年出口的数字是一样的 那么如何能够多赚243亿 这个回来呢 我相信 以现在联邦政府的预测 以目前的国际经济环境来说 虽然我们不知道 澳洲未来会怎么办 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 那就是什么呢 美元在未来6到12个月 至少在6个月时间里面 处于加息周期内 换句话说 美元还要不断的加息 而且加息的速度 要比澳元来得快 这就会导致一个情况 就是美元将会升值 澳元相对于美元来说 还会在未来6个月中 不断贬值 那我们知道出口的产品 通常是以美元来结算的 不论是铁矿石 还是小麦 还是石油 还是牛肉 它的结算货币 在目前的国际贸易中 绝大部分都是以美元 作为计价单位的 换句话说 我出口100美元的 铁矿石 牛肉 或者是农产品 我换回来的澳元 随着澳元的贬值 将会越来越多 也就是说 原本我可能只换回的是 120 130 随着澳元的贬值 我可能会换回 130 140 甚至于150澳元的 结算货币 也就是潜在 由于外汇贬值 所产生的收入 将会能够帮助到 澳洲联邦政府 来弥补 在个人所得税上的损失 所以 在这一点的帮助之下 我相信联邦政府 在下周的联邦预算案中 对于第三阶段的 捡税计划 还是有超过 五成以上的可能性 将会继续实施 或者大部分实施的 总结来看 澳洲和英国 有很大的不同 澳洲依靠着 强劲的铁矿石 和农产品 加上澳元的连续贬值 在捡税计划中 澳洲政府 对于英国来说 有着更足够的底气 好了 以上就是我们 本期的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 欢迎点赞 收藏 和转发 我是Mike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